觀眾朋友平安 歡迎收看TBS新聞大白話 我是王賢秋 在選戰倒數時刻 國際議題也很熱鬧 立刻介紹跟我們一起 大白話的來賓 北京清華大學法學博士 蔡振元前委員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耶魯政治學博士 郭振亮 亮哥 大家平安 台大政治系教授 左振東老師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剛剛幾個議題延燒下來 包括高端的合約公布公布 包括死刑 究竟賴秦德的態度 是什麼 要廢死嗎 那麼侯友宜敲了這個點 每天都要問他 他每天都要問 不敢清楚表示支持廢死 或反廢死 聽到問題就掉頭就走 那跟現在蔡英文總統 是一樣長期問不到問題 現在都這樣了 更何況選後呢 他還是每天會一問 要幫人民問清楚 這就是因為這個15歲的少年 被殺的這個消息 引起了很多輿論上的嘩然 趙浩康就嗆 如果不願意執行死刑 我們有38位的受刑人 已經被宣判 要執行死刑 卻遲遲的累廢死的狀態 那麼法務部長到底 要不要當部長呢 不願意執行 那法務部長還親上火線回應 說貿然執行才是違法 什麼是貿然執行 法院判刑定驗了 不是嗎 那麼歌警案被害家屬 非常憤怒而沉痛的發出的聲明 反對費死 那麼費死聯盟也發文回擊 他這個文章裡頭 直接可以看到 包括發按讚的 當然這個瀏覽數本來就不高 按讚的其實怒的比較多 怒的比他多了15倍 這樣子的數字 表示一種民意的趨勢跟表現嗎 所以有兩種選票 有沒有可能在選戰倒數 現在已經是第6天第7天 這種時間點裡面 有沒有可能大量流動 我只加認為兩個議題 費死可能就是造成一個 重大的流動的可能性 那兩種票一種是年輕人 一種是中間選民 那至於中南部 本來民進黨很早的時候 打出來策略說是要 南票北捕 所以南票一定要開很高 但是光南票沒有辦法 北捕之外 中部現在告急了嗎 剛剛前一段我們就提到了 林靜寅跟莊靜成 這兩個人連任之路就告急 在現有的席次裡頭 台中市民進黨跟國民黨的席次 分別是6比2 2024這種下架民進黨的氛圍 如果真的非常的強烈的話 那麼目前民進黨 台中立委席次 有可能激烈的選區 要丟掉2到3席 有可能4比4打成平局嗎 民進黨台中服選人 是在媒體上受訪 沒有直接表明是誰 但他強調 藍綠白在台中三足鼎立 只要顧好一點基本盤 還是應該會贏一點點而已 連評估都已經越來越保守了 所以藍白積極要南下 除了台中當然南部也是重鎮 除了昨天在高雄 今天三足鼎立人 都到台南去掃街 明天的這個三足人齊聚台南 就是重點在於 台南是賴清德本命區 本命區現在是不是 也有很多的疑慮 包括今天是前一段 我們就提到賴清德的 現在住的房子在台南這裡 是不是賴清德未來新帝王 這是林濤打出來的新議題 認為他批評別人炒房 自己不也是坐享這個高級的房宅 高級地段穩健增值連捷運路線 都跟他非常的有密切的相關 而另外還有亞太棒球場的爭議 在台南市場任內 曾經有一個亞太棒球場 說要成為台灣的東方威廉波特 亞太棒球場遲遲過了這麼多年 被議員批評說是豆腐渣工程 其實真的已經很多年過去 也還沒有驗收完成 公務局說我們確實會改善 鋼糧的問題灌漿不食 這些豆腐渣的這個問題 我們都雖然預算增加 食物1到34億 不過我們都改善當中 也還在驗收 顯然拖了很久 這也是事實 所以現在中南部全台灣的這個 可能會有的氛圍變化 其實每一件都可能是關鍵 到最後也很難講 到底是誰左右了 中間選民或者是年輕選民 他們的決定 亮哥 沒有 那個 因為你剛剛講台中 因為台中民眾黨 就是蔡碧如那一區 其他區 都是國民黨跟民進黨在PK 當然有一些五黨或小黨 可是那些小黨影響都不大 那這個只要有 因為坦白說賴清德的選票就是 國民黨加民眾黨都超過他 所以如果說總統的選情 也發生在立委的選情 有一些移動 那就會造成民進黨立委的 很大的危險 這個想也知道 而且我們就是以蔡碧如做 關鍵的個案 蔡碧如本來相對蔡行昌 大家都認為是沒有機會的 可是盧秀燕就選定 他作為戰略目標 全力介入 我覺得他這個 全力支持 不是介入 全力支持 我覺得他這個打法是完全正確 聰明 很聰明 因為蔡碧如的民眾黨的代表性 非常高 大家都知道他跟柯P的關係 所以就會連動到兩黨的合作 所以第一個藏到這個好處的 就是鹽寬恒 因為海線那兩區就在隔壁 其他選區現在也開始有這個氛圍 這個氛圍如果帶到 那當然很多都是優秀的市議員 第一次選 比如說你說羅庭偉對江兆國 那本來差距也很小 那廖偉強對江廖萬千 那是比較嚴峻的 可是現在也逼近 就你就會看到這種現象 我是覺得 這個侯友宜最後 廢死跟高端合約公開 這兩個議題 剛好都是中間選民的議題 所以如果賴清德在這邊尷尬 左之右處 那也會反映到整個對黨的衝擊 為什麼我們講就講廢死好了 廢死目前的死刑犯有37個 可是他卻不斷的在程序上面做文章 比如說要再審 非常上訴 釋憲 然後理法務部也不管 就讓他一直滾 一直滾 明明這裡面有證據完全確鑿的 完全沒有爭議的 也有殺幾漢的兇手 理法務部根本都沒有做任何努力 事實上執行死刑規則 理法務部可以修 你看到廢死聯盟這樣來搞 每一個人都給你搞程序 一輪完再搞一輪 再搞一輪 無限拖延 你沒有任何作為 結果現在還出來警告說 你不要亂執法 亂執法才是違法 是你法務部根本不管 所以老百姓才會看不下去 而且還有我們國家人權委員會 對分明大家公認的兇手 你保護他的隱私 是保護到矯網過正的程度 那個戈喉案那個是最明顯 那個就是現刑犯 大家都看到他就是兇手 這還有意義嗎 名字不准登 學校不准登 要保護他保護到這個樣子 結果人家受不了 跑去美國時代廣場給你登廣告 別的國家也沒這樣幹 日本 美國 法國 殺人的兇手即使未成連 照樣登出名字 照樣登出照片 哪個學校殺人 照樣登出學校的名稱 為什麼要保護你 所以我覺得台灣就是亂搞一通 你法務部允許有人 不斷用程序反覆再審 非常散訴視線 這樣來延緩死刑犯的執法 然後國家人權委員會 不斷的在搞兇手的保護 那個被害人算什麼 這個台灣都看不下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 廢死聯盟最近貼了一個臉書 在為自己辯護 上去反彈的是15倍 就是這樣 所以我認為侯友宜抓這個議題 是抓對了 因為民進黨就是太虛偽了 你知道黨剛剛寫什麼 研議廢死的可行性 研議出來了沒 二 三十年了 到現在還沒研議出來 動著拿出兩公約 有說我們簽兩公約 美國沒有簽兩公約嗎 美國還是很多州都有死刑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法務部的怠惰 政治人物說謊 蔡英文就是說謊 說總統不能凌駕法律 誰跟你講的 執行死刑規則 是法務部的行政規定 你蔡英文如果要法務部 修改那個規則 隨時就可以改 如果你認為證據非常確鑿 再審的條件不成立 非常上述的條件不成立 那倒就可以執行了 怎麼會不能執行 怠惰嘛 政治人物說謊就是這樣 所以還有什麼話好說 就完全是人選之人俱行的 真實版 就是想要廢掉又不敢說 也不敢做 那真的要廢嗎 他也沒有決定 也不敢做決定 那你要廢你也可以拿出來 比如說你可以有 你也可以有終身監禁這種行 他連這種修法都不敢 虛偽到這個樣子 越抗越火大 所以我認為侯友宜達 這個議題完全正確 每天問賴清德 也問蔡英文 所以我也有可能認為 像這樣的議題 就最能夠打動中間選民 一般民眾的心影響選舉嗎 很簡單 民進黨我公開講 他就是費死聯盟的附水組織 蔡英文是費死教的教徒 賴清德也是 顧立雄也是 法務部長 通通是費死教的教徒 他們是個邪教 百分之百的邪教 對於受害者毫不關心 對於殺人兇手百般關切 出錢出力 台灣還有道德還有正義嗎 所以這場選舉很簡單 如果你支持費死聯盟 請你投給賴清德 否則賴清德必須要回答清楚 賴清德是閃躲 我跟你講他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就是包庇法務部長幹這種事 法務部長那什麼叫規則 那規則就是幫費死聯盟 去執行他們的任務而已 通通是民進黨上上下下 通通是 我們就以推翻民進黨的方式 來幹嘛 來消滅費死聯盟 就是我們幫費死聯盟 我們該做的事情 美國可以做 他為什麼 他是從哪裡生出來的 他現在連美國的兒子都不是 所以我要很生氣一點 明天早上 我難得看委員這麼啟動 當然很生氣 這完全沒有正義 可惡到什麼天 剛才這個政量兄台 講一個很客氣的 我跟你講 今天那個歌喉案的家長 他公開寫了公開信發呼籲 裡面改了很多什麼改的 因為不准民進黨政府 不准受害者的家屬 提到兇手的名字 而且不准受害者的家屬 提到學校的名字 而且要不然要把受害者的家屬 父母親抓去關 罰稱 關 對 他還抓去關 而且更可惡在什麼地方 這個案子到某一種程度的時候 兇手的資料全部要消費 換句話說 他的孩子怎麼死的 以後死無對證 人家的孩子怎麼死的 就從此像人間蒸發一樣 你叫人家情侶一看 這是個法律誰修的 蔡英文在去年 假司法改革之名修的 去年六月份 你說可惡不可惡 人家的孩子活生 在學校裡面被殺死的 你一點保護都沒有 一點公道都沒有 人家的家長要寫信說 我的孩子被誰殺死的 我孩子是兇手不能講 學校不能講 兇手的家庭不能講 還有呢 兇手的資料全部要消費 你告訴我們 更大的問題是 萬一清罪出來之後 再度回到校園呢 大家也不知道 一樣 那個他叫什麼東西 他叫什麼 不是叫兇手 現在改一個名字 叫什麼受什麼影響的少年 所以民進黨已經 非常非常可惡 這麼可惡 真的非常可惡 明天早上 受害者家屬 之一的 以前受傷 雄殘殺案家屬 台北市議員王欣宜 要跟羅志強 明天要正式開記者會 要成立台灣 反廢時正義聯盟 我們要大力給他們支持 不能讓這些境外私立 在台灣胡搞下搞 我們把他們這些 趕出台灣 非常可惡 回過頭來 中台灣 林靜宜他說 我揭發他抄襲論文 是什麼 我抹黑他 這沒什麼好話 我把證據都攤在臉書上 你們都可以看 他講了一大堆 有的沒有的 顧左右而言 他不是焦點 很簡單 你去跟台大學輪會講 我已經用我的本人的名字 去告發台大校長 去告發什麼 告發台大醫學院長 林靜宜違反學術倫理 他的學位要不要撤銷 很簡單 他的論文就是抄襲 抄襲的幅度超過27% 有人講說 台大醫學院是30% 如果台大醫學院公開講 他30% 我不知道我也接受 那表示台大醫學院 是三流大學是不是 很簡單 我當然夠資格講這個話 我以前從研究所以後 練了每一個學校 都比台大醫學院 排名 世界排名還要高 所以我們林靜宜 在當時在修理高鴻案的論文 他怎麼講 他講說 我們要遵守學術規範 現在講說 蔡政委你不是醫學的 你不能來談醫學的問題 林靜宜是資訊科學嗎 你怎麼會談高鴻案的論文 你是碩士 你還在談人家的博士論文 我的博士論文 歡迎你來檢查 我的碩士論文也歡迎你來檢查 我公開的 學術是一個倫理 學術有一定的規範 這個是非對受 就由學術倫理我公開舉發 由學術委會去檢查 就看你林靜宜的壽司學 還能不能留得住 所以這跟選舉無關 標準 價值標準要一樣 你以前用什麼標準檢查 他就開始講 東扯西扯 因為英文你們專有名詞連在一起 那個什麼電腦比對系統 就比對不出來 你說什麼 你問問我右邊這個 耶魯大學博士 不是你文字一樣就是重複 是你連續要九個字完全相同 或七個字完全相同 看不同學院的定義 完全相同 連在一起完全相同 這算一次重複 然後累積的重複的比例 到達你全輪的百分之多少以上 有的學校 一流學校百分之十 二流學校百分之二十 三流學校百分之三十 我們檢查台大是什麼學校 很簡單 我不曉得林靜宜 你什麼好意思 拿你台灣大學醫學院 分史醫學研究所的名義 來踐踏在地上 為你自己辯護 但是最近有幾個 超過百分之五十的也都說 我剛剛把那個法律念給你聽 好 請說 少年事件處理法第83條 他說 不得於媒體資訊揭露 受本法保護 只要這個人為保護事件 受調查審理之少年 那你不能夠揭露 相關於可以用之 識別他身分的問題 對 所有可識別身分的資訊 通通都必須保密 可不能讓大家知道 這個人兇手還不夠確定嗎 重點是他有沒有可教化 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連受害者父母都不能講 而且資料要全部檔案全部銷毀 也就是人家的孩子是無端 無端從人間消失 你叫人家能夠接受嗎 然後其他人的孩子 以後說不定要碰到 也不知道這個人有問題 這個也是很大的社會問題 其實我想這個問題 其實可以有很簡單的答案 賴清德沒有回答到底要不要廢死 但是過去這四年有執行死刑嗎 只有兩例 據調查這八年來 這麼多 期待執行死刑的嫌犯 就是最確定判刑定驗的這個 受刑人 準備的受刑人 就是受刑人 那到現在為止都沒有執行 那到底你是廢死還是不廢死 其實廢死這個問題就是 民進黨跟自由派 要偽裝成自由派的最後一張紙窗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因為事實上民進黨過去一直偽裝成自己是自由派 實際上他也知道這個實際上是不可行的 但是他又要去滿足這些自由派人 對他的一些想像 所以他就又不敢說對 又不敢說不對 然後實際上就慢慢慢慢 朝那個方向去進行 但是為什麼我說 他是一個偽裝的自由派 實際上民進黨所做的事情 跟他以前所宣稱要打倒的 在戒嚴時代的國民黨 其實是一模一樣 這裡頭我特別要講的是說 過去民進黨在90年代 他剛才出了一本書叫做 《解構黨國資本主義》 那時候我們當學生 大家都很有興趣去找來看 結果現在發現到 21世紀最大的黨國資本主義 在台灣就是民進黨 這裡頭其實就好像 剛才講到的豆腐渣工程 這裡頭其實是什麼 其實亞太棒球場 也是前瞻計畫補助的項目 通過8800億 明明違憲的程序 他居然可以用他大法官 可以讓他護航 然後就沒有違憲的問題 然後就灑了非常多的錢 到處去綁裝 到處去創造新的 忠於民進黨的準黨營事業 然後這些其實不叫黨營事業的 黨營事業 事實上就成為民進黨 最重要的執政基礎 所以才會有這麼多的豆腐渣工程 對不對 你看像這裡是7億 其實新竹棒球場又何嘗不是 這個預算不斷的膨脹 然後中間只要一揭開來 真的是會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這裡頭其實我認為 最後的危險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一個偽裝成自由派的保守派 在最後是要通過戰爭的爆發 來讓他徹底實現他的保守執政的 長期執政的一個目標 而這個最後受害的是全台灣人 所以說我們今天其實就是接近 改變這樣子的一個民進黨的 社會革命的工程最接近的時刻 因為在過去的8年 其實民進黨就是靠著 這樣子一股偽裝的自由派 偽裝的社會革命 來實現他的執政目標 但是在今年的選舉 我們發現到非常非常的接近 只要我們再加把勁 就有可能去翻轉 而這個翻轉的意義是什麼 就是讓我們重新去檢視 到底我們如何繼續去維護 我們這樣子一個既有的社會秩序 FACE就是這樣子一個重要的命題